前東州市長韓國瑜在桃園為侯友爺造勢的時候 批評賴清德中華民國憲法式災難這說法 他認為如果沒有中華民國的保護跟照顧 一個礦工小孩怎麼能夠當選副總統呢 認為賴清德根本是吃中華民國的飯 去砸中華民國的鍋 而這影片在網路上瘋傳是引來了網友痛批說 難道新北市政府要拆他的老家 這就是照顧嗎 歧視言論真是夠了多麼羞辱 這努力不懈的台灣人啊 那麼對此賴清德的台灣之友會總會長 這個總會的秘書長陳經德也大酸韓國瑜 如果當上了立法院長喝醉酒 怎麼有辦法一早主持院會接待外賓呢 事實是韓國瑜他們那些外省權貴 吃台灣米要等我們台灣人的群 要打破我們台灣人的走 要消滅我們台灣人 但是儘管韓國瑜發言引來撻伐 但是國民黨的策略仍然不肯放棄攻擊賴清德的老家 侯友宜發布了最新的廣告 就以接近年輕人口味的這個饒舌rap 唱出了對賴清德萬里老家爭議的質疑 尤其這開頭的歌詞寫的是 賴皮寮賴皮寮賴到底是相當的洗腦 侯友宜的近半發言人王敏旭 他就指出賴清德說要將房產信託公益 但是至今半個多月了 卻看不到任何的進度成了虛應故事的空話 而選戰倒數四天看得出來 雙方是繼續在老家違建爭議上攻防